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是高雄左营区 这里附近有一处民宅 日前传出母女双方 疑似是因为金钱爆发口叫 女儿把妈妈挡在门外 妈妈一气吃下居然打电话报警 说这里发生命案 而民众听闻也觉得太夸张 没有的事情 你去骗警察来处理这种东西 会觉得比较浪费社会成本 就因为是乌龙的事件 然后还要叫警察过来 对就是有点夸张 事发在上个月23号凌晨12点多 李欣妇人和女儿吵架 随后被挡在门外 一气之下才报警 说自家疑似发生命案 警方胡包到场了解 妇人就说因为女儿不让她进屋 担心发生事情才报案 不是谎报 让远景相当无奈 而据了解两人时常争执 发生口叫 只是闹到警察恐怕不恰当